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再聊一下中国自研这些光刻机 它实际上是触动了一些欧洲的神经 你让这些欧洲在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是非常的疼了 这个疼你可以从它最近的一些表态可以看出来 我们先看看有关的报道 欧洲的有关方面的表态都是怎么说的 美国为了中美博弈处于有利地位 联合日本荷兰两个半导体芯片强国 针对中国出台了芯片法案 限制中国半导体的发展 最近ASML的总裁温克宁就网称 开始说什么呢 中国自主研发光刻机 对全球芯片产业链的破坏行为 而且它这个话主要是炮轰华为 炮轰华为的话 华为的光刻机的研究 因为美国通过美日核芯片法案 限制了ASML的出口 及上一代DUV及新一代EUV光刻机出口到中国 现在荷兰的ASML占据了世界60%以上的光刻机市场份额 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家能够提供7纳米 及以下先进制程所需的EUV光刻机的公司 据数字欲显示 到了2021年 中国已经是ASML的第三大市场 我们看了这些报道以后 你就有个知道是什么概念的 就是中国在芯片光刻机领域的突破 其实欧洲比美国还紧张 因为你要明白 就是光刻机领域一突破以后 欧洲的在芯片领域当中 任何的抓手就没了 等于芯片产业链跟欧洲就没关了 现在欧洲在芯片产业链 唯一最主要的抓手 它有发言权 它能在芯片技术革命当中 它分一席之地 不是被别人收割之地 你要知道 中国现在你那个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市场上好多就是收割之地 人家想禁运你就禁运你 对吧 你要是有一个东西 人家离不开 当然人家就不可能禁运你 就这个差别 你现在中国的很多东西 你像美国想禁运 它也不禁运 对吧 那个是一个道理的 所以这个抓手 对于欧洲在世界最先进的领域当中 是非常重要 你可以注意在网络领域 欧洲也没大公司 因为这个阿斯麦的背后 原来的 你像这些西门子 什么这些公司 菲利普 你要明白 它实际上是背后有这些公司的影子的 你不要觉得 现在那熟悉的名字 所以欧洲原来这些公司 也是生产半导体的 最后欧洲的半导体 就萎缩到一个光刻机 对于在世界上 是双方的一个协调 就是说你欧洲来做光刻机 因为这光刻机 在世界最先进的领域 它做两家的时候 它那个成本已经难以覆盖了 所以它就全球做一家 使得只发一份研发成本 所以全球做一家的时候 你那几家的半导体厂商竞争 它一定要选一个什么 你这个不做芯片的你来做 所以这个欧洲是被他们选中了 而现在的状态 你可以知道这ASMET 为什么它要紧张 你就是说你总做最高端 你最高端现在中国是做不了 EUV中国做不了 但是DUV的话 中国再赶上 而且大量的芯片 你用不着最高端的这个制程 你普通制程足够了 而且普通制程呢 你虽然说那个限宽一点 限宽啊 有的时候还有优势呢 那限宽就是可靠性高 你好多军用芯片 它不要那么细的可线 它那个为什么呢 它要追求可靠性 追求极限条件下运行 包括呢 你像芯片以后 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运行场景 比方说就在车上 对吧 你车越来越多的成为了 移动的信息平台 包括自动驾驶在车上 那车的话 那个驾驶的时候的条件很严苛啊 它不是办公室环境啊 它对芯片的可靠性 会要求的更高 相反呢 你像你比方说 现在很多的先进制程的芯片 它可以呢 很省电很小巧 放在手机上的 你放在车上大点没关系 对吧 你放在手机上要小 要省电 对对吧 但是你手机是跟着人体的 你这个工作环境是很好的 你否则的话 你那个人也动得受不了 对吧 是这么个状态 所以它现在呢 你如果下边的低端的光刻机 中国能做起来把它覆盖了 然后呢 低端的芯片 我把它吃掉了 然后它实际上 它那个高端的是什么 它那个高端的 它卖不了太多 它每台 它能 你能卖多贵 市场能接受你多少 能接受你多少 那么贵的东西 这马上 故事就来了 对吧 就是说 现在呢 我们中国的话 你就是把手机的这个迭代速度 减慢 然后把这个很多低端的芯片呢 能中国制成的不买它 然后把低端的呢 做成白菜件 然后呢 你可以什么 从低端再往高端 你再慢慢迭代 就对它的话呢 实际上是感到什么 很切实的威胁 就是说 你呢 低端没有了以后 你是很难受的 就是相当于 你在股市里投资 韭菜没有了 这事是很难受的 这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你呢 不要觉得你的产品啊 好多时候做产品的 中国人呢 尤其是放嘴炮了 都会觉得这个产品越高端 越高大上 你低端 人家就叫什么 劳动密集产业 低端产业 甚至低端人口 低端什么什么什么 但实际上的话呢 有的时候那个低端 其实很厉害 你没有了低端的时候 你非常难受 其实你像那个 西方的发达国家 都经历过这个工业的空心化 你包括现在美国 他没有低端了 他难受着呢 希望产业回流 对吧 你总拿着那个最高端 你拿着吧 那个最低端 我给你吃掉了 所以他这个半导体产业链 也是这样子 光刻机产业链也是这样 光刻机的话 现在变成什么 你能做最高端的 其他低端的 好像大家也不做了 你做的不错 都是你做 现在如果是做低端的 多了个竞争吧 低端的都吃掉 你只做那最顶尖的 你这个成本啊 那成本的计算 就完全是两个样子了 所以为什么他那个欧洲的 这个比较着急 像他呢 你跟着美国跑 你不就是付出代价吗 你跟着美国跑 最后逼得人家呢 必须是要搞了 对吧 其实对于中国来讲呢 你华山一条道 突破这些显观呢 压力重重 但是呢 突破 只要那产反观突破了 首先呢 就是欧洲受损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欧洲的 这个做光刻机的 它才压力重重的 而且你光刻机被突破以后 对整个欧洲 在世界产业链当中的地位 都是影响的 你要知道这个事 这点一突破 在世界产业链当中 你欧洲还有啥呀 还有啥离不开你欧洲的 就这么一句话 你可以变远化了 明白这个道理吧 所以有好多事 为什么讲 你独立自主 有自己的绝活 在这个丛林的世界 非常的重要 本期话题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